全国西南航空取消了约三分之二的航班 在星期一,受到暴风雪天气的影响 西南航空取消了约三分之二的航班 导致大量旅客滞漏 东部大部分地区 在最近几天面临大雪、狂风以及低温的侵袭 持续影响着西南航空的运营 根据FlightAware数据显示 截至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2点30分 西南航空已经取消了2300多个航班 并且已经取消了星期二60个航班 很多旅客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不满 并且要求西南航空尽快回应投诉 西南航空不停自协 表示被取消航班的旅客可以要求全页退款 或者获取永久有效的航班值分 国家气象局预计 在这个星期 东部三分之二的地区 极端天气状况会有所改善 而西南航空CEO Bob Jordan表示 未来几天的航班运营量会略高于正常安排水平的三分之一 流出余地给机组人员做好准备工作 并且航班缩减的情况可能会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天下维是记者 编辑报导 天下维是记者 编辑报导 字幕志愿者 编辑报导 订阅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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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